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小姐 不好了 姑爷要被问斩了 你再说一遍 姑爷要被问斩了 三日后就问斩了 智词 李宗监 自宅 李宗监 混音 了 也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子再求你们这些良善贼人 老子不是人 是狗 弄到这一步 你谁也不怪了 只能怪自己 你说人家盗取那个紫金八宝 一关狐还有个目的 你呢 真为了讨好莲儿 这两次连累救过你命的 掌柜和老板娘啊 这分明就是一个 重色轻有的狗东西嘛 现在鸡也飞了 蛋也打了 不如把宝物交给那狗日的知福 换回掌柜的和老板娘 不行啊 事情闹得这么大 这狗知福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我成了肉包子打狗了嘛 哎呦 完了 我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官府要杀我 梁山也要杀我 梁儿要嫁人了 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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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啊 掌柜的 我这条命还是还给你们吧 我小跳的没有本事 救不了你们 咱们一早地步再见吧 我再给你们不是吧 我先走一步了 怎么死才好啊 喝毒药吧 这肚子疼得跟刀哥一样 太疼了 不能干 哥们儿 自己搁自己 多疼啊 这一刀下去 那血自就流出来了 不行不行 摸脖子 摸脖子 万一这嗓子眼一搁吧 这搁断七嗓子还好 这搁断十嗓子呢 这万死不活的 还得操二茶醉呀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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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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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老板 我先走一步了 奈何桥上再见吧 奈何桥上再见吧 快点啊 快点救我呀你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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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救 宝王 扶 我这莲花镖终于百发百中了 没想到厉害啊 我居然已经炼成了 传手当中的无形剑气 这匕首未到气断神高 怪你什么事了 干嘛要杀我 我明明是救你 要不是我的剑气厉害 你早就下黄泉了知道不 剑气个屁呀 老娘自杀你什么事啊 尼尔 尼尔 机名苟道之徒未必不丈夫 莲尔尔 鸡鸭鱼肉未必不好 认字吗 开玩笑呢 大丈夫 大丈夫 请问梁山怎么走啊 你 梁山哪 你也去梁山 是 我看你别想了 什么梁山好汉哪 那狗眼看人低 什么巨翼 扯淡 去了也白受辱 没这个必要 那 真的 你怎么想到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我刚从上面下来 我为什么上吊自杀 就是他们逼的 我也是走投无路才这样的 我是话跟你说吧 我在家乡杀了人 是我们的仙太爷的宝贝儿子 到处容不下我了 我站在上山落草啊 这位大哥 我看你也是仪表堂堂 不是那个鸡鸣狗道 那你干嘛这样 那是 为何呀 我是为了我们客栈的老板 和老板娘 我是一个孤儿 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见到的最好的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 我又饿又病 倒在他们的门口 他们受留了我 给了我一碗热腾腾的狗肉汤 我永远记得那碗狗肉汤 现在他们被下了大牢了 我失签 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你 你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我这是没想到 这世上 有你这样的人 这世上 还有你们这样的情感 这世上 我算是没白活呀 大哥 这样啊 只要是能救出老板娘和掌柜的 俺这条小命 不知什么 你拿去 不是 你拿去 不 太感人了 小姐 吃点东西吧 总是这样不吃不喝的怎么能行呢 会上身子的 大嫂 张补快 你一起进来 来来 谢谢啊 嫂子 我们几个 都是过去在杨补头手下做事的 对 前几天 被新来的支县打人隔了职 杨大哥气愤不过 替我们去讨公道 在街市打了注笼那王八蛋 我们都知道 不想 不想今日 我们哥几个 都难过得要命 杨大哥这么好的一个人 与司与公都没得说 不想今日有此大难 老天不长眼哪 嫂子 这是我们哥几个 凑的一些碎银两 您千万别嫌弃 我说起来 我们真替杨大哥难过 杨大哥一直未娶 娶了您 端得是春风得意 在我们衙门里 他话是少的 可是一提到您 就滔滔不绝 一个劲夸您贤惠 我们都好生羡慕 不想 天有不测风云哪 嫂嫂 您千万别难过 我先走了 来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事吧 我饿了 我饿得灵魂出家了 我饿了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 我上哪儿给你找餐馆去 待会儿找一个铺头 想吃什么呀 白白馒头 叫肘子 叫肘子 你在哪儿啊 要求不高 要求不高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也不高哦 好好好 我在家的时候 我一顿五斤馒头 五斤肉 我一个人的口粮 我顶三个精状汉子的口粮 哪儿 娘被我吃怕了 不是 被我吃哭了 她说 孩子 你别吃了 你再吃 俺们家就掉点了 你可以 一顿石巾呢 牛啊 我 我比牛有力气啊 我我我一个人的力气 你可以顶两坨水牛 哪有大刺激 跟畜生比的呀 不是 你是人 得抖起精神来 靠心眼 不能光靠这傻力气活这样 哥哥想必说的是对的 哎呀馒头 好好好好了 看你这个人还挺憨厚的啊 知道不知道 这是从比 以为什么都知道的强啊 有人在吃东西 你给我抓着猫 走 你干什么 大爷 这这我买的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给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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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送了小姐 去住家庄吗 你问她怎么样了 你问她去 你应该问问 问她把我怎么了 是 她把你怎么样了 我们行到此处 我说去买点吃的 让她看着牲口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瞧 马也没了 人也不见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走呢 哎 多大个事啊 来来来来 我陪你马 啊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谢谢谢谢 哎 嗯 哎 那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啦 不是 后来 后来怎么样 哦 后来呀 她一直哭 哭得哎呀哭得我直心酸哪 哎 嗯 我吃了 你吃吧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吧 嗯 想死了 哇 嗯 它就算啥了 嗯 嗯 cite acceptance 啊 val 很重 兄弟 明天咱们就到冀州了 我再问你一回 你真的跟我去救掌柜子和老板娘吗 拉起 哥哥 你还不相信我呀 我答应你了 就是水里来 湖里去 我都不皱一下眉头 咱们这次去 说不定是飞蛾扑火呀 不就是掉个脑袋吗 掉了也就是碗大的疤 那总比病死在床上 腻腻弯弯的好啊 是不是 好兄弟 那 我就是觉得 觉得什么呀 我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碰过女人呢 你就是觉得就这样死了 有点可惜 这还不容易 哥哥带你去冀州的春满园 开了你的婚 满足你的心愿 春满园 那儿可是个好地方啊 那儿的姑娘最温柔最漂亮 只要你给钱 天天你都做新郎 我 挂瑶子 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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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的女人不甘不敬 对你没有真心 不要 看不出你还挺清高的啊 我 不过你说得对 这女人啊 千万不能招惹 男人啊 一定要利于女人之外 千万不能做女人的奴隶 一旦你对她动了心 一旦你对她百依百顺 你就全完了 好 你对你 还不给你 优优独播放 我 不愿意 我不能 你 他又回来 我回来 没有 机会 秀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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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好吗 还好 刚才你救了我 谢谢你 你别取笑我了 我的标还是没准的 不 你真的救了我 那句话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那就好 那天我在气头上骂你的话 千万别往心里去 千万别记恨 我知道 那不是你的心里话 你也不必担心 以后我会好好地活着 即使成不了什么武林高手 我也不会妄自菲薄 我十千 虽不是武林高手 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有我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 也有我必须一定要做的事情 可是你这一去 那不是等于去送死吗 那也未必 老子小跳蚤 透过紫金八宝夜光湖 大闹过天外楼 老子是天下第一神偷 要我死 还没那么容易 我刚才还在想 怎么今天你说话没有说老子 他妈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说话不带那几个字 就好像炒菜没有放盐一样 都不太像你了 我也觉得别扭 莱儿 你笑了 真好 记得第一次我们在珠基客栈 我就一门心思想逗你笑 对啊 那个时候多好 我们天天都那么开心 有时候晚上睡觉都在笑 有时候笑的 脸都快僵了 莱儿 我们真的不能回去了吗 我们真的不能回去了吗 小跳蚤 你什么时候听过 时光可以倒流呢 我们曾经做过的事 说过的话 伤过的心 发过的事 都是挥之不去的 我不怪你曾经骂了我 我希望 你也不要怪我 我不怪你 在我心里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那就好 要怪 就怪老天爷吧 怪他没给我们这个缘分 我和你相遇 相识 相知 却没有缘分 跟你相守一辈子 我曾经哭过 怨过 恨过 但是我依然感谢上苍 谢谢他 给了一个让我可想 可怨 可恨的你 我要走了 我有句话要说 那你说 你去嫁你的二少爷吧 我阻止不了你 我只是告诉你 这辈子我不会再娶妻了 你这是何苦呢 不是何苦 我不想耽误好人家的闺女 你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吗 主人为我师父相助 如虎天意 你一定要小心哪 还有吗 江湖险恶 请你多珍重 你也珍重 保重 再见 再见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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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人 今天你请我来 不仅仅是为了下棋 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 定是为了明日 要斩杀朱吕夫妇 以及杨雄之事 阮大人说得不错 我正是怕夜长梦多 所以想早早地斩草出根 大人不必担心 我猜想 那个古尚早十千 持有八九是个假冒的 从来没听说过 梁山上有这么一号人物 大人不必把这个小混混 放在心上 鸾大人不可小看哪 我们几次都没抓到 这个古尚早十千 他乃是一个 无法无天的亡命之人 他乃是一个 师徒啊 他乃是一个 师徒啊 况且我担心 他要大闹罚场啊 这个我自有安排 时间成不了气候 我担心的倒是 杨雄的那个 结义兄弟石秀 此人武功很高 极重义气 我想明日 他一定会去结囚的 是 是啊是啊 鸾大人 你也不是外人 这个 你是靠季王的提携 所以啊 我也不瞒你 当初这个西凉特使 冒死将贡献给皇上的 紫金八宝叶光湖 托付给我的时候 我就深感责任重大 说实在的 我如果想图省心的话 可以派重兵直接护送到 下一站支府那里 交给他们 那是万事大吉 有功无过呀 周大人 没这么简单吧 西凉使者一路而来 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偏偏在你治下的境内结伤 这说明 你的辖区不太平啊 周大人 既然大家要合作 那就像是做买卖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想 你还是开诚不公吧 鸾大人是个明白人 那我要是再绕弯子 就不应该了 当然不应该 俗话说 朝里有人好做官 对吧 是的 你我要想平步青云 那得找个渠道 或者靠山 对不对 对不对 不错 鸾大人一夜之间 官居守备总兵 想必已经体会到 其中的滋味了吧 那是 那鸾大人一定不会反对 继续往上挪动挪动了吧 不反对 季王乃当今皇上的叔叔 我们若想借助他老人家的威瓦 那就不能没有一点特殊的贡献 你说对吗 所以你当初是想 既然贼人已经盯上了宝物 而且是在你的智侠犯了事 无论如何你也脱不了干系 所幸不如借助宝物 将那些贼人一同拿下 然后连同宝物通过季王进献给皇上 这样在表面上你把功劳就给了季王 季王在皇帝面前有了面子 你高兴自然会替你美言几句 说你护保有功 那你呢自然就往上挪动了一下 虽然你挪动了一下 但你还是季王的人 季王何乐而不为呢 妙 妙 好 阮大人不会是个高人 难怪既往对你如此的赏识啊 周大人 你只是高估了号称 天下第一神捕的杨雄 同时呢又低估了贼人 这并不是说杨雄不够厉害 也不是贼人的法力通天 而是你们在明处 他们在暗处防不胜防 华大人把一切看得如此透彻 周某过去真是看走了眼哪 惭愧惭愧啊 周某今后对华大人还多有借重 希望华大人不要记恨前嫌 周某这里赔罪了 气敢气敢 周大人 这么说就折煞华某了 周大人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华大人不记前嫌 周某不胜感激啊 周某今天请华大人一驾就驱 就是想听听华大人的高见呢 高见谈不上 我只是想听一听 周大人原本有什么考虑啊 我是想 我们俩手上有千军万马 如果我们同心协力 对付几个贼人应该不成问题的 千军万马用与两国交锋 对付高来高去的贼人 恐怕咱们就不能以多为胜了 有道理啊 现在的局势是 这个古上早想救的人在我们手里 他要救人的话 一定要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把冀州弄得表面上 看似铜墙铁壁 你说他还进得来吗 他要是进不来 我们抓谁去 抓不到他 又跟谁去要宝物呢 是啊 那个宝物现在还在贼人手里 不能把他们吓跑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鸾大人 依你之见 我们该怎么办呢 果然高见 这样他们有得尽 没得出 鸾大人真不会是高手啊 周大人尽管放宽心 我还留了一手 不妨请鸾大人讲明 我有个师职武功很高 我正准备请他下山 帮助大人一同拿下贼人 你的武功已经盖世 再来一个帮手 那真是再耗不过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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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兄弟哥哥 等会儿 兄弟哥哥 你等会儿 等我一会儿 驾 驾 驾 等我一会儿 驾 快点啊 驾 等我一会儿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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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哥哥 我这脚疼 我这腿疼 我这腰疼 行了行了行了 马比你累 又不是你在跑 他 他累 我比他累多了 你知道为什么累吗 我有句话憋在心里边啊 我一直想问你 好了 说吧 说 你 你每天这个行踪啊 飘逸不定 神龙见首不见尾 若隐若现 怎么了 一会儿见着你 一会儿又见不着你 你上哪儿去了 好 帮我坐在夜里 静静想你 请我坐在身边说着美丽 在你的笑容里 在你的温柔里 我的一句 都在爱你 别让时间偷取这些回忆 让我的生命有你的痕迹 走在这岁月里 走在这现实 我的时空 始终有你 只有爱才是永远的 它随着生命而到来 只要你曾经深爱过 就算输了一切又如何 只有爱才是永远的 它随着生命而到来 只要你曾经付出过 输了一切又如何 走在这岁月里 走在这现实 我的时空 始终有你 只有爱才是永远的 它随着生命而到来 只要你曾经深爱过 就算输了一切又如何 只有爱才是永远的 它随着生命而到来 只要你曾经付出过 输了一切又如何 只有爱才是永远的 只有爱才是永远的 它随着生命而到来 这一切又如何 无量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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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道爷又不是聋子 师傅 这是把什么酒糊 怎么这么稀罕 我这此金爸爸夜光糊也丢了 都怪我呀 你还是怪我们吧 我这此金爸爸夜光糊也丢了 你谁呀 老板 你怎么没穿衣服呢 哎呀我的老天爷